12月12日,周冬雨在网上晒出一张自拍照,穿着高里毛衣羽绒服,皮肤水嫩,表情呆萌,一缕头发散落在眼前,充满了少女嘻嘻,从照片的背景看似乎像在宿舍,身后有攀爬的楼梯,而床上挂着的粉色性内裤和袜子十分强劲。 周冬雨少女新爆棚其实不止一次呢,就在前不久发了一条微博,真是蒙分众网友呀,照片中一张是海绵宝宝的图,那两颗大门牙十分的显眼,而马思纯笑起来刚好露出洁白的门牙,相似度非常的高,而周冬雨却用小黄鸭的头自黑自己凝视的表情,小小的眼睛和一副木纳的表情也很相似,非常的搞笑。 周冬雨最早是凭借张艺萌的《山架树之恋》中的清纯角色静秋初荡,前不久又凭七月与安生,勇夺金马影后,天美外形,天真率性的作风,加上精湛演技,获得大批粉丝喜爱。 七月与安生是一部由陈可欣担任监制,曾博祥指导,周冬雨,马思纯主演的电影,改编自作家安妮宝贝的同名小说,讲述了两个从13岁开始就相识的女孩七月和安生,心心相惜成为彼此最好的朋友。 影片靠七月与安生两人性格的反差和情感关系来结构情结,并没有单纯依靠外部事件来推动。 一望可知,这两人代表了一组完全相反的个性,叛逆和规矩,野性和文静,自由和保守,而通过互换人生的情节演化,这种二元对立在文本之体中变得丰富起来。 影片中,机缘巧合之下,七月和安生爱上了同一个叫做嘉明的男生,最终得到各自命运的安排的故事。 剧情展示了两个女孩最美的友情,面对爱情的困惑,她们依然坚守那一份最真的友情。 如此看来,周冬宇和马思传能够双双获得金马奖影后真是实质名归呢。 网友看到纷纷留言,我冬雨最美,七月与安生你真的演得太好了。 感动,另外还有网友贴心提示,天气冷了,记得穿秋固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